好 其实不止汉堡的包装纸 平常呢我们生活中常常用的爆米花的防水包装纸 不粘锅啦 甚至是地毯衣服 都很可能有这样的化学物质 这个毒物科学专家就说了 这种化学物质呢可以防水防油 在日常生活本来就很常见 长期用真的对身体非常有害 香喷喷的爆米花喜欢吃吗 小心把防油脂带的化学物也吃下肚 像这样使用不粘锅煎东西 食物的表面也可能沾上防油的化学物质 像是爆米花类这油油亮亮的包装袋 或是平底锅这种光滑防水的表面 其实很多都是用这种叫做全服丸化合物做成的 含有这个成分 它推测可能这些成分进入这个人体也是进油 这也是其中一个途径 而这些途径就像是防水材质的地毯 防水衣服甚至是纸箱都有类似的材质 不小心把这些残留物吃下肚 对身体都是负担 目前的话在人体研究上就只有证实 它会引起高血脂症胆固醇增加 而造成心脏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医生表示这种化学物质有防水防忧效果 因此广泛飞云用 但其实经过动物实验发现 接触全服丸化合物可能导致鸡胎或伤害免疫系统 在日常生活都要特别小心 不要把化学物吃下肚 中文新闻 张炳虹路易台北采访报道